Hello,不记得,2022年过去,2023年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走来走去的,由5号开始走来走去的,就是岸田文雄,他走访了意大利,首先去了法国,跟着意大利,英国,跟着会飞走上去加拿大,今天1月13号,黑色星期五,喂,亚洲区就黑色星期五而已,还有一天,明天呢, 就会见到这个老人街拜登的了,大家也都会有联合公布的,好了,看看究竟搞什么呢,本年5月,2023年5月, 日本就将会成为G7峰会的东道主角,去年的东道主角呢,就是这个德国的苏尔茨,上任之后呢,已经走访日本, 岸田文雄本周就立即展开了,喂,未上任之前已经兜过圈,旋风式去访问,究竟搞什么,走变了G7五个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说,岸田文雄出访,可以算是G7东道主的例行公司,但是实际上, 北基道是不是这样看的,为什么呢,日欣又升,日本的股市正在升,因为为什么呢, 出了三份防卫的公告,也即将会修例的,相信我吧, 大肆抗军,应对中国的崛起,即是换句话说,证明了日本抗军的前路, 从另一个角度,是要支出其他盟友支持的,这次出访意义是非常重大, 好,当然,案田文雄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三个国家之后, 就会飞去北美,直去跟杜努作聊天,咬耳朵,そして1月13日, 到访华府拜见这个拜登,欧洲三国行程的成果就非常重大, 为什么呢,案田文雄和法国总理,法国总统马卡隆达成了加强对方, 雙方在印太地區的合作 並將在本年上半年 舉行外長和防長的2加2模式會變 好了 法國是歐盟唯一 在亞洲、非洲和美洲都有軍事投射的國家 一直以旗南太平洋塑地 新額里多等領土為據 自許為太平洋國家的法國 2021年法國有一艘巡防艦 曾經停泊在日本 同年5月法國也首次與美日兩軍一起進行軍演 2021年法國和澳洲的潛艇合作 被澳英美同盟取代之後 法國正在領域印太地區的軍事踏腳點 此前不斷加強印度的軍事合作 日本將是另一個明顯的目標 而在岸田文雄訪問之前 日本亦特別地 剛剛第三次獨立公投 在新額多利亞設立領事辦事處 顯示對法國的主權支持 好了 到了意大利岸田文雄宇總理梅諾尼亞 會面之後 雙方決定將關係提升至戰略夥伴關係 甚至加強了外交投資工業等不同領域的合作 意大利2019年加入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但去年10月上台的極左的政壓 梅諾尼亞卻對中國持有強硬的立場 陳清加入一帶一路是重大的錯誤 又認為華府收緊戰略行為的管仔 又要對 去年12月日本、意大利和英國決定了共同研發 超越F-35的第六代戰機 希望能夠在203年建造出成果 雖然這一種長遠的合作還有待染症 但是三個國家的戰機合作 有了三方面促成依賴軍工的政壓 這個就說了 英國的盧斯萊斯 和日本的石川島磅磅已經在研究新一代戰機的引擎 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 怎麼會不升啊 軍工工 好了 岸田文雄呢 去到英國呢 又搞事了 簽訂了 日英相互准入協定 找雙方領導部署武裝部隊 使英國成為第一個與日本簽訂 同類型的歐洲國家 此前日本已經和澳洲搭成雙准入協定 此前在2021年9月 英國的航空母艦伊利沙伯和牛號 也都在這個印太 喂 最後就是在資賀元 三菱重工那個碼頭 去操練和維修的 所以 他們的關係非被尋殺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岸田文雄今次不是這樣游啊 是有目的的 目的就是增強日本 對抗中國的崛起 而軍工股 我再講 軍工股 大家拭目以待 響響聲來的 謝謝大家